北京昨天多27宗新冠肺炎病例 5日合共增加106宗 并且继续有跨省传播的情况 由驻北京记者陈泳斯报道 河北星期一确诊4宗新冠肺炎 其中一个人在北京丰台区 深发地批发市场工作 有两人是北京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北京市政府说星期日 发现西城区广外天途红年赛市场 有一个来往深发地市场的人确诊 西城区即时要求市场所有商户 实施隔离措施 并且呼吁自上月30日起 度过那个赛市场的人 主动向居住的社区报告 自觉进行居家观察 而丰台区现在是市内唯一高风险地区 北京市宣布严控高风险人员离开北京 已经离开北京的人要及时通报当地 即日起全市200多家农贸市场 和全部餐饮企业都要消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 新一轮疫情发病报告时间是今月5号 认为感染和暴露时间应该在上个月底 由于北京在11号出现疫情以后 12、13很快就响应了 那么这些措施的话应该是即时的、有效的 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 要发病的话也就是在明天后天 当局早前说北京新症的病毒株是欧洲流行的类型 中国疾控专家补充 这个并不代表这波疫情是源自欧洲 来自哪一个国家现在仍然不确定 无线电视柱北京记者陈永世报道